來 歡迎來到飲食輸出 這是一個以飲食為寬點 為什麼這個會開場 嚇了一個嚇一跳 對不起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歡迎來到飲食輸出 這是一個以食為出發點 觀察世界的頻道 和台灣一直是台灣的美食重鎮 最好的在地食材 還有對味道的堅持 使得這裡有著強大而獨特的飲食文化 1245和有時候小吃館的比爾雄 我們一起做了一個瘋狂的企劃 我們也要從台北出發 用三天的時間從嘉義 台南 高雄 最後到屏東 品嘗各種在地的美味料理 歡迎大家跟著我們一起進行這趟 吃到差點出人命的美食之旅 在將軍港旁的勤昆生 吃完了鵝叠和古早冰後 我們沿著西冰快速道路向南方前進 路旁坐落著大片的磕田和餘溫 曝光烈焰地散射著夕陽的余晖 如此魔幻的美景不禁讓生長於都市的我感嘆 這難道不是極度有價值的觀光資源嗎 想著想著我們已經跨過了鹽水溪 進入了台南市區 來到位於民生路的本產鎮牛肉爐 在棋樓放上幾張桌椅 桌上放著一口爐 這家不起眼的小店可是下午五點營業 七點肉就可能全部賣完的在地人超推牛肉爐 我們到的時候還不到六點就已經滿座 還好店內熱情的場客主動移動座位 才讓我們有位子坐下 想吃的話最好早一點來排隊哦 歡迎來到飲食輸出 這是一個以飲食為寬點 為什麼這次開場下雷 因為我們已經吃到第四家了 所以現在有點去掉甜點第四家 所以現在有點快 我們現在坐在台南的街頭 然後介紹一下這邊是比爾熊 我是比爾熊 然後這邊是立偉 嗨大家好我是立偉 對然後立偉今天來幫我們吃啊 不然我們可能會死在這邊 不錯 我們等一下還有哦 我很餓啊 我們等一下還有還有其他的行程 你們等一下不要跑 不會跑不會跑 一定更到底啊 好更到底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台南中西區 這邊有家本產牛肉爐 對那這邊有其實有賣牛肉湯那些的啦 對只是我們今天就是來吃鍋 我們今天來吃很冷的冬天吃牛肉鍋剛好 其實沒有很冷 這邊帶 有啦現在已經專門了 有一點 有一點涼涼的剛剛好 對對對 我剛剛吃冰的時候覺得有點寒 吃完冰有點在那邊 發抖 對嗎 那我們就 剛剛還有吃冰就對了 對剛才吃了一碗冰 哇哦 那這邊的話它消費是 如果牛肉肉的話是一人一盤低消 哦一人一盤牛肉低消 對可是以我們來說應該是OK的 沒錯 一人兩盤是OK 蛤 你可以嗎 欸正常來講應該是可以 正常來講可以 對 好加油 我應該都可以 你三盤 你三盤 好 你三盤 然後我們剛剛是我們現在只點了鍋 跟基本的牛肉 然後這邊我還點了一個牛肉炒芥蘭 對這個沒有在菜單上面不過老闆推薦 就這樣 對 那我們可以先來用牛肉炒芥蘭 好 吃飯不可以滑手機 是 對這是我媽常常在滑 真的 我記得我們以前都是吃飯不可以幹嘛吃飯不可以幹嘛 現在都是老人家在做同樣的事情 你吃得好認真哦 我們今天一直都很認真啊 你說這個是牛肉炒芥蘭 它是用比較肥的牛肉 而且它這種手切牛肉就是 吃起來就是會有一種QQ的感覺 手切肉它吃起來的口感會跟一般的冷凍電動切肉 味道不太一樣 對 一方面是它切的不會很薄啦 不會很平均這樣子 可是它可以 可是它可以很 就是它可以一邊切一邊去觀察它的肉的紋理 哦 所以它可以切到就是最短的纖維 它能力所及最短的纖維 然後還有老闆手的味道 哈哈 有老闆推薦就對了 對 那我們可以把火再調大一點點 嗯 對啊 對 然後今天來牛肉 我剛看了一下 其實肥瘦都有 對不對 有很瘦的跟很肥的 那我們等下都來吃吃看 要不要先吃肥的 好 來 你先來 那立委今天怎麼會跑到台南來 你今天怎麼會跑到台南 今天就來工作啊 今天來工作 對啊 哦 我本身是做推拿 然後今天就是跟台南的朋友這邊做一個 算是配合啦 那配合 就它幫我約好客人 然後我就下來做這樣子 哦 可以做到 道府服務 也不是耶 就到他們的店裡面 到他們店裡面 哦 跨線 對啊 跨線 店到店服務 對啊 像台北的話也有吧 那現在也正在約了不是嗎 對 欸對啊 台北也現在也正在約 對 因為其實我們的工夫就是 怎麼說咧 我們只要一張床 或者是說 別人家有一張床 那我們就人去 其實就可以坐了 哦 沒有床不能坐 也可以椅子也可以坐 椅子也可以坐 椅子就可以坐 對 對 只是說有一些地方會比較沒那麼好做 但是都還是可以 我沒有在開車哦 它這個高湯比較像是番茄清湯 有一種就番茄的那個 哦 謝謝 番茄蔬菜高湯的那個味道 它是蔬菜的 而且它的湯裡面的料很多種 我們剛剛還在猜那個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算是比較肥的就對了 有油花這樣 對對對 好 這是比較有筋有油 然後醬在那邊 好 如果需要醬的話 好 有醬跟醋 對就是 台南都是配一個比較甜的醬啦 欸你有聽過一個論戰就是 吃火鍋應該要 先下肉還是先下菜 欸也要先下菜 為什麼 因為你的那個肉的浮沫會污染你這個湯 可是那浮沫也是風味來源啊 可是浮沫煮久的時候有時候湯的原本的味道就會被搶走 你的考量是這個 我的考量是這個 可是像我的話我覺得我會先下肉 因為先下肉的話可以讓那個肉的油脂被蔬菜煮熟的時候會被把它吸進去 所以蔬菜會帶肉的味道 我應該講說我如果先放肉的話的湯我就比較不會喝 真的喔 對 可是我喜歡吃那種 上面浮一層 就煮完之後浮一層油 不過這個就是一頓火鍋的時間啊 它的浮沫的變質程度我覺得不會像我們在燉湯這麼久 所以如果今天是燉湯的話 我高湯底的話浮沫我一定會撈掉 可是火鍋的話可能就看心情 對 我是蠻喜歡浮沫煮久了之後它會再回到湯裡面 對 所以那個 高湯就是有兩個理論就是要不要撈浮沫這件事情 對 然後就是他們有做實驗就是 喔謝謝 謝謝 老闆幫我們加湯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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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認為不撈浮沫的話湯最後熬出來是味道是比較有層次而且有風味的 可是像日本料理的話 尤其是進度的日本料理他們很講究純粹的味道 對 講究純粹味道的時候他們就會希望它的湯是很輕很輕的 他只是拿來帶那一點點味道 然後他們認為那種很雅致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他們想要表達的是那個純粹感 那西餐或是拉麵這種就講求是豐富感跟濃郁感 所以講求的東西不太一樣 對 我覺得你剛才講很對 其實我覺得是不同場景的時候 對於那個湯的態度應該是不一樣的 對的確就是會有很大的差異性 像我是習慣就是把蔬菜盤然後丟一丟 然後再開始蒜肉吃 對 我的習慣是這樣 嗯 蔬菜盤丟一丟 就是如果有菜的話 喔如果先丟進去 對就變成先煮成蔬菜高湯的概念 對對對 然後再蒜肉這樣吃 喔 對我家 我的話我就是丟大的 南煮的蔬菜啦 然後我就開始吃肉了 喔 對其實我有時候只是想把菜盤給清走 對 就是佔位子 我覺得它這個肉啊 雖然是看起來是比較肥的部分 但事實上它油花還算是比較少 然後我剛才有四竹比較熟跟比較深一點點的時候 其實吃起來口感真的都還蠻嫩的 我覺得很嫩 對 因為它台灣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泰南這邊啊 吃的都是溫體牛 對那溫體牛台灣有分乳公牛跟黃牛 這兩種來源 乳公牛就是因為乳牛公的它不會產奶 所以它就只能當做肉用這樣子 喔 對 那黃牛的話就是完全肉用這樣 對 他們兩個味道會不太一樣 可是台灣現在乳公牛養得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 我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對 是 溫體牛它就是會有一個 比起冷凍牛多一個甜味 喔 對 對 不過它就是因為沒有經過熟成 熟成喔 對它沒有經過熟成 所以它會比較 Kaven你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 失事熟成跟乾飾熟成的區別 失事熟成喔 嗯 它其實牽扯到的因素很多耶 嗯 我們先講失事熟成好了 所謂失事熟成就是它用一個 可以完全隔水的袋子 嗯 不管有沒有真空 就是真空它可以降低它的體積還有流水量 所以 它去做熟成 然後熟成的時候呢 它會 肉裡面的水一定會慢慢出來 因為肉裡面會有內原性的酵素 它自己細胞會分解自己的 它裡面會有酵素 那細胞破裂之後 酵素跑出來就會造成 肉質被分解 對 那這個部分 那一般台灣的失事熟成都是 原裝的真空包裝的肉 原裝真空包裝的肉呢 直接海運 嗯 就是海運的話大概15天 對 海運直接過來 這樣子 然後到台灣 它經過它的倉儲啊 到台灣 這叫做 嗯 冷藏式的實事熟成 喔 對 那它海運過來之後 這段時間在海上其實它已經熟成差不多 來到台灣就可以開始賣 那還有冷凍式的 就是它在那邊就冷凍好 然後走冷凍櫃過來 一個是冷藏櫃 一個是冷凍櫃的差異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呃 乾濕熟成的話 它就牽扯到比較多 麻煩的因素 嗯 就是它在一定的低溫 可是 就接近冷凍可是又不在冷凍的低溫 嗯 然後它外面是讓它一直吹冷風 它控制它的那個環境的 呃 濕度 不要讓它太乾也不要讓它太濕 就是每一家會有自己的一個方法 然後還有它每一家或自己的熟成的時間 那基本上它外面會長一層黴菌 嗯 長一層黴菌 對它其實會長一層黴菌 然後外面會被 你肉擺在外面一定會乾掉 對 它被吸收 被那個水分被吸收掉之後 他們認為那樣子會讓肉的味道更純粹 哦 不要含水量那麼高 是 但相對的它就是肉質會少 哦 肉質會變少 對肉汁會變少 然後它也會消掉外面那一層 對 因為有發霉的部分 對 其實看不太出來是發霉 可是它其實有黴菌 然後我們就是把外面那層消掉之後 因為它其實就像我們金蛙火腿 要不要把外面拿掉一樣 對 所以它會損失大概百分之二十 然後甚至 有到百分之二十 那蠻多的 其實蠻多的 因為它整個水分都被抽離 所以你在秤重的時候它是損失很多的 對 所以乾脂抽成會那麼貴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它等於說它有經過黴菌去發酵 然後它本身的內原性的酵素去破壞它的肉質 所以它的風味是比較多元的 它會變得非常的複雜 那複雜說是好聽的講法 就是好吃的話就是它是很有層次的味道 解決更多 因為它等於說你有一點在吃香菇 因為它的菌絲可以生得很長 它不是只在表面那一層 菌絲可以長很長 所以你在熟的時候會 因為香菇都有鮮味嘛對不對 所以它多一個真菌類的鮮味 嗯 那是不是像歐洲在做起司的那個效果是一樣 感覺差不多 對 或是我們吃那種生火腿 對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嗯嗯 所以它會很多層次 可是它就是一個 因為你今天是靠自然界跟細菌在處理這件事情 對 所以它會非常難控制 嗯 所以每一家乾式熟成的店 它都不會告訴你它熟成多久 哦 每一種肉它熟成的時間一定不一樣 嗯 然後它也會挑適合熟成的肉 這個肉適合乾式熟成的 它不一定適合拿來直接食用 哦 對 所以它看的點是不一樣的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嗯嗯嗯 對然後 就整體來說 到底有沒有比較好吃呢 我覺得要見仁見智 嗯 有些人喜歡乾式熟成的風味 那我在台灣自己是沒吃到 幾次好吃的乾式熟成 我必須老實說 嗯 對 有時候我覺得 就好吃多的肉也不差 就那個價位就沒有這麼合理啊 我是覺得這個價位沒那麼合理 可是我是有吃到有一次非常非常厲害的 嗯 那家乾式熟成的肉非常非常非常厲害 可是它之後也沒再出過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在台灣嗎 在台北 哦在台北 應該成本不符合效益 嗯 對 因為它到那個點你不賣掉 它就繼續壞掉 對 對 所以它不是像 濕飾 濕飾熟成 如果你今天冷藏的話 你還可以轉冷凍 哦 你覺得時間到了 你不想要它再繼續熟成下去了 你可以直接轉冷凍 冷凍的話熟成速度就會變慢 對 那 對稍微瘦一點 對稍微瘦一點這一盤 其實 我一直都很喜歡吃溫體牛 因為我覺得它的甜味真的是沒有冷凍過的 冷凍過的時候沒有辦法去比的那種甜味 沒錯 而且加上就是這個蔬菜湯汁啊 其實真的很蠻甘甜的 你剛才立委有喝嗎 有有有有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子 將那牛肉特起來 因為它的那個番茄味道的那個甜度 有一點點的那個酸感有出來 對 其實番茄牛肉一直都蠻搭的 對 其實我不太愛吃番茄 真的嗎 對啊 我覺得我每次煮牛肉湯我一定加番茄 是喔 外面蠻多賣那個就是番茄 番茄清湯啊 番茄的那個牛肉麵 喔對 也蠻多的 然後我都不會點 喔你都不會點 你都不會點 不然你都點紅燒嗎 還是 清燉 就除了番茄那種我都會點 清燉紅燒 我覺得每一家不一樣啦 每一家好吃的東西不太一樣 所以 確實是確實是 對如果它有名的是番茄牛肉麵 我就不會去這樣 這是我少數挑食的地方 嗯哼 所以你就挑主廚 你是主廚 可是你會挑食 我還是會 他還是會 我還是會有個人的喜好啊 OK 對啊 每個人都會有一點喜好嘛 也是啦 沒錯 但是基本上像我的話 就比較不挑食 對 比較不挑食 你都沒有不吃的東西 所以豬腦你也吃 都吃 只要 能吃的就都吃 能吃的都吃嗎 對能吃的都吃 所以起司那些你都沒有問題 起司的話 我會吃 但是我不會說 特別去買來吃 但是如果說 他在那個場合 或是那個餐廳 有這個東西 可以去嘗試看看 不會排斥 對 然後番茄 番茄我就是要煮到很爛 因為我要久煮 對 我沒辦法就是煮到 就燙火鍋番茄我通常都沒辦法 那像一般的那種 就是做成紅醬的那一種 那個我可以 那個你就可以 你經過熬煮了 我可以 可是我吃那個什麼 薯條我也不用番茄醬 你可以加砂糖 我可以 我覺得薯條 麥當中薯條我覺得最讚的吃法是那個 蛋捲冰淇淋 對 蛋捲冰淇淋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人間美味 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 你有試過嗎 你有試過嗎 沒有 那你覺得OK嗎 還不錯 你真的要試啊 那個鹹甜酥脆又冰又熱 讚 好 好 真的 我覺得可以嘗試 真的還不錯 你也沒試過嗎 就是 薯條加那個蛋捲冰淇淋 或是冰炫風這樣挖 對 真的很好吃 這個食物做出來不是讓你這樣吃 為什麼素食就是要你自己搭配啊 好 可以了 好 沒有真的啦 你去吃吃看 我們回程的時候找一下得來素 這一定要入籍入籍 薯條 要怎麼配蛋捲冰淇淋 你不會這樣沾嗎 我剛才吃這兩個牛肉就是不管是瘦跟肥 其實 它的嫩度不會因為瘦跟肥而不一樣 對 我覺得是風味的不同 哦 我覺得是風味的不同 肥的好像比較甜 就像沒有 就像你買那個我們冷凍的火鍋牛肉片 它那個你吃到 里肌偏里肌不胃的那種 嗯 肉 就會很柴很硬 嗯 可是今天這個不會 就是 你你就是等於說你吃雪花牛跟吃 呃 肥力的好了 一樣是火鍋肉片 你就讓它 柴度差很多 對對對 可是今天的這個就不會讓你有這麼明顯的落差 而且它還切得比較厚哦 那我剛有試過其實你酒煮跟 就是半生 我覺得吃起來都不會到老 嗯 口感不太一樣 對 我覺得 那個嚼勁很 就是你煮的比較熟一點的話 那個嚼勁就出來了 對 這家牛肉我覺得品質算是蠻高的 就像他說西點肉就會賣完 好 所以我賣完就有點尷尬 然後說這家都是在地人在吃的 看得出來啊 因為 觀光客應該不會在路邊吃牛肉 怎麼不會啊 觀光客還是會 我上次來的時候 我是在店家裡面吃牛肉鍋 牛肉湯我可以在路邊 你去吃有名的牛肉鍋對不對 牛肉鍋的話 比較會 找店家吃 嗯 對 我來喝一下那個 煮過牛肉之後的湯 它蔬菜湯真的很清甜 嗯 它蔬菜湯真的很清甜 而且不會有那個 蔬菜煮太久的酸味 它的酸是那個番茄的酸 番茄本身的味道 對 然後你說的那個 蔬菜煮酒的那種酸 這一鍋 沒有那個味道 目前還沒有 對目前還沒有 欸你要吃喔 不要裝死喔 不然等一下你要多吃一點 呵呵呵 它湯很開胃 我覺得湯很開胃 就算我們今天吃那麼多 我覺得 這一鍋我還是會很享受 對 有啦 我們默默的已經把肉都快清完了 剩一盤 欸對 要一要嗎 還是要叫別的 不敢講話 哈哈哈 因為我不知道你後 後續還有什麼 沒關係我們就 輕輕鬆鬆的亮麗而為 現在有輕鬆的感 今天沒有很趕啊對不對 今天沒有很趕吧 欸謝謝 你們是先去哪裡 我們先去嘉義啊 我們先去你家那邊 我們先去你家那邊 對 吃什麼 我們先吃了 雞肉飯 桃城三盒 喔 你知道喔 我知道喔 很好吃喔 對然後 我們去吃了 三盒喔 喔 三盒 無事可卷 喔 無事可卷 對然後 我們又去吃了 那個叫什麼 剛剛 秀里 大家在台南 青昆山那邊 青昆山那邊 那邊我就不知道 去吃一家蚵蝶 對啊 你覺得是不是很輕鬆 沒有很難吧 三盒在那個 明泉路上 好像是 對對對 還是我以前 我以前那個念書的時候 每天要走的路 因為我學校就在那個上面 我覺得不錯啊 這一塊肉的粉肝胃比較重 嗯 嗯 我也覺得 嗯 還是因為我們火比較大 剛剛都是在一個微滾的狀態下面煮 可以把它關小一點點 讓它肉的纖維 因為其實火鍋我都不建議用大黃的煮 然後 加肉的纖維不會那麼快的縮起來 然後裡面肉汁不會 因為肉的收縮被擠出來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圍滾 所以像我們一般去吃 那種一個人的個人鍋 那種火鍋店的話 也是不建議大火來煮肉 不建議不建議 不建議 因為 因為你大火那個煮的時候 水大概就是100度 對 對 那有時候會都要100 101 102 對 可是其實肉最適合煮的溫度 是80度 喔 80度 你要煮全熟的話是80度 OK 對 那我個人喜歡的是60幾度 60幾度 對 所以你就要動得很快 就你表面可以全熟 可是我裡面希望是有一點那個 深的這樣子 對 就是 然後我放一下 放一下讓那個外面的熱度進去 好的 OK 但這是這種那個有一點點厚度的肉 對 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太薄的肉就沒辦法 嗯嗯嗯嗯嗯 那就可以自己去調 像日本他們 吃shop shop的話 他們其實火是沒有滾 鍋 鍋是沒有滾的 喔 水是沒有滾的 就是進去蒜 這樣拿出來 因為他們這樣比較能夠吃到 肉的味道 是喔 因為像他們如果是蒜和牛的話 對 油脂一下就 就化掉 就因為太熱 就直接煮出來 嗯 對 那你就吃不到那個甜味 就吸不到那個甜味 對 甜味就立刻就被擠出來了 就沒有了 就有點可惜 欸 哈哈 there 今天還想吃什麼 對 你看有條件 你覺得要這樣講的沒有不太負責 它沒考慮到你的心情 iri 我以为还可以吃很多东西 我可以吃很多 我还可以吃很多 我还可以吃很多 那再一家火牛肉锅之类的 我们继续把它吃完 然后等下准备去下一家 我帮它撑住 下一间牛肉面店 而且牛肉汤锅 有真的喔 下一间见 我们等下看一下状况 等下看下一间会是什么 OK 拜拜 拜拜 虽然开了一天的车 也吃了一天的美食 奔弹精彩的夜晚才正要开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